我是万万没想到,碗中倒入一碗面粉,一碗玉米面 只需要用筷子搅一搅,出锅瞬间变美食 首先在大盆中倒入一碗面粉,再加入一碗玉米面 白糖适量,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点 两颗酵母粉,打入两个鸡蛋 最后加入220毫升的纯牛奶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中间一定要多搅拌一份 让面粉和鸡蛋融合 最后看一下,像这种粘稠的酸奶状就行 盖上盖子,饧发40分钟 时间到之后我们看一下面糊 里面都是红窝组织,就是饧发好了 再充分的搅一搅,排出里面的气泡 准备电饼铛开小火预热 锅中不用刷油 舀一勺面糊倒入锅中 垂直的往下流,就摊成了小饼的形状 这一锅我做了4个 擀成中火慢煎 看到小饼表面已经变色 而且有很多小气泡 这时给小饼换一面 再煎上30秒 像这样两面金黄 小饼就熟了 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玉米面小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松松软软的,也好消化 口感微甜,很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吃甜一些的,可以在中间换上豆沙馅 再盖上一张小饼,就成了家庭版的铜锣烧 吃起来香甜可口 这两种吃法,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咱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